10月3日,天津官方短视频账号发出李九春李萧红公益视频。 视频中,李九春和搭档李萧红为大家表演了一个情景剧。 在剧情中,李萧红为李九春过生日,并且想要点蜡烛许愿。 而李九春则提醒大家,剧场影院等人员密集场所,禁止明火。 一边看得云摄,一边学习安全知识,真是不错。 两位在短片中的表现,备受网友好评。 看到这一幕,不少网友表示,这俩人真给师傅长脸,能被邀请拍摄公益短片,这也是对他们人气热度的肯定。 非常感谢,我也很高兴。 但是点蜡烛这不允许。 你吃蛋糕就得点蜡烛。 对,我们这剧场里头不能动明火,这是规矩。 李九春是九字科的二诗歌,备受观众期盼,头九八位演员。 除了没有登台演出的张九池之外,就剩李九春还没有开专场了。 对此,有许多网友认为,李九春不是没有资格开个人专场,而是缺少一个搭档,李九春作为头九的徒弟。 实力方面,那是没得说。 除此之外,李九春还是郭老师西河门的弟子。 每周末都会为大家带来评书西游记,春节在评书方面也有着一众的粉丝。 但因为各种原因,春节始终没有一个固定搭档,所以才没有开专场。 自从来到七队之后,春节也有了固定的搭档,随着七队当红演员相继跨界,李九春,李萧红成为了德云七队的底。 从七队的票房,上座率来看,李九春还是有能力保证七队在小剧场的票房。 如今,春节和李萧红搭档也有了一年半的时间,两人如今合作也是非常的默契,逐渐有了自己的舞台风格,特别是两人在一起搭档。 别看春节是头九的,但在李萧红面前就像小鸡仔一样。 看到春节能被邀请参与公益短片的拍摄,不少网友表示春节如今也有资源了。 有了固定搭档的春节就是不一样,毕竟能被邀约参加公益短片的拍摄是对演员的肯定。 演员有较高的人气,才有呼吁力,说的一切才能得到更多人的响应。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春节也会迎来属于她的个人专场,你们觉得呢? 在不久的,春节也会参加公益短片的拍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het